首先感谢到会的各位社区的负责人 在这么百忙之间突出几个小时 为我们社区治安防范 提出更好的一些观念和想法 这是一场气氛非常融洽 非常和谐的一个座谈会 所以对未来我们如何把华人的声音传出去 同时张律师也给我们从法律角度上面 提出很好的建议 让我们在华人的力量更加的有地放肆 今天我们举行这样的活动 我觉得我们华人总会有责任有义务 对华人的福祉 为华人的利益做出我们自己应有的贡献 同时也感谢各位 再次感谢各位参加会议的社区代表 表达你们的观点和看法 在此里我表示再次感谢 那么今天活动非常的圆满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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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